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是交不起房租就立马滚出去 无其可施的马克只好来到银行想取出仅剩的钱应个急 说来也巧 在取钱的时候银行的机器发生了故障 无法显示余歌 而职员却同意取款 这一刻马克像中邪了般 撒下了世界上第一个谎言 账户有800美金 因从未有人说谎 马克如愿取走了这笔钱 出场到撒谎甜头的马克 开始利用了谎言为自己实现一切愿望 他来到大街上 拦下一个美女告诉他 如果我们不上床 世界就会毁灭 美女一听 真的信以为战 他跟着马克来到旅馆 就在美女以为自己要拯救世界的时候 马克终时良心发现 主动离开了这里 这次事业勾起了马克的欲望 他决心新搞到一笔钱 他带着朋友穿坐在各个赌场 靠说谎赚了一大笔钱 然后又靠着编写虚构剧本 成为了知名作家 有了事业的他 再次鼓足用气追求安娜 但安娜还是以同样的借口 拒绝了马克 这天 马克收到了母亲的病危通知 为了让母亲安然离世 马克谎称 人死后会去往一个幸福的天堂 那里没有痛苦 只有爱和幸福 母亲心以为真 幸福地离开了 可医生和护士却眨了眼 这死亡的言论 立马掀起了世界的浪潮 越来越多的人 想知道死后的事 为了冤枉 马克只好编造了更大的谎言 并将这一切称为神的旨意 一时间 谎言使马克名利双手 成为了人生赢家 可尽管如此 他依旧没有得到安娜的信 当他得知 安娜将嫁给自己的死对头 引进男时 马克来到教堂 对安娜深情告白 这番话让安娜触动不已 安娜询问马克 这也是神的旨意吗 如果是 我就同意嫁给你 这一刻 马克不愿说谎 回答的不 虽然 他可以用谎言 欺骗所有人 可真爱面前 他不愿用谎言 束缚安娜 影片的最后 安娜终被马克的真心打动 来人过上了没胸没小的幸福生活 影片完 那么 如果这个世界上 只有你一个人可以说话 你最想做的一件事 是什么呢 好了 修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谎言的诞生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马克像中邪了 撒下了事 撒下了事 账户有八百美金 音 音 然后 又靠着 又靠着编写 有了事业的他 再次鼓吹 当他得知 安娜将 安娜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